今天平約室牧師的廣播 歡迎再次來到上帝的家 歡迎來到天父的餐桌前面 今天有一場盛宴 這是一場宴會 一張桌子代表內心的平安 另一張桌子代表蒙福的關係 還有一張桌子代表健康和整存 這是讓你自由享用的 而這一切已經藉著耶穌的補血付出代價 我們上個星期了解到 敵人撒旦祂的謀略 我們有一個仇敵 撒旦在這個世界上做過最成功的事情 就是讓人們認為祂並不存在 Amen 除了導致阿當和夏娃墮落之外 祂也讓人們認為祂並不存在 有些人對上帝非常生氣 但是上帝並非祂遭遇患難的起源 耶穌說 賊來了 賊來了 即是魔鬼 看看祂是如何對付你 因為我們知道祂是偷竊的一個賊 從你身上偷走美好事物的 並不是上帝 而是魔鬼 Amen 我想更加深入地去探討一下 今天的魔鬼 在你生命中所做的事情 魔鬼 祂最大的工作 並不是上帝所命定的 而是祂自己命定的 在祂所有詭計之中 比偷竊 殺木和摧毀更甚的是 祂對人的控訴 祂的名字是哈斯坦 希伯來文是指 律法檢察官 這是哈斯坦代表的意思 比得前書五章 你們要謹守 警醒 你們的仇敵魔鬼 好象敲叫的獅子走來走去 尋找可以吞吃的人 我喜歡尋找和可以這兩個字眼 這意味著魔鬼不可能在某一日走出祂的房子 祂沒有房子 只是我表達方式 祂說 好我要殺死這個人 不是 祂必須尋找可以吞吃的人 這是非常令人鼓舞的 就你來看 讓祂繼續尋找 Amen 然後這裡說 你們要用堅強的信心抵擋祂 因為知道你們在世上的大慶 也經歷過同樣的苦難 現在你們的仇敵魔鬼這個詞語 仇敵這個詞語 是由希臘詞語 Anti-Dicos所造成的 Anti 你們都知道Anti 意思是指反對 Dicos的字面意思是訴訟 凡是聖經字典說Anti-Dicos 是指訴訟中的對手 這就是仇敵這個詞語 訴訟中的對手 魔鬼仍然在律法方面去到運作的 祂用律法的言語來指責你 因為你做了這件事 你做了那件事 不要忘記上帝在聖經所說的話 現在等著懲罰 等著判刑 即使這些話語 與你所聽過的並非完全一樣 這是很多人的經歷 不幸的是 有時候 港台上的港道也助長了這件事 當真正的福音 沒有得到充分宣講的時候 我想問下一個問題 它是我們的仇敵 順帶一提 哈瑟坦是希伯來文 英語當然是魔鬼 但是這個詞語的希伯來文 魔鬼 就是 戴亦波細 你從這裡得出 戴亦波瀏惡惡諾這個詞語 戴亦波羅其實請聽好 它是指蓄以指控 控告 蓄以控告 來造成傷害或者破壞 这个很有趣 因为撒但在希伯来文的意思是 凶高者 你问希伯来人 他会跟你说这是一种律法术语 一个律法检测官 所以魔鬼是一个律师 如果你是一个律师 请不要感到被冒犯 圣经说耶稣也是一位维护者 约翰一书二章二节 在父的面前我们有一位维护者 就是那二者耶稣基督 阿们 他是一位大有能力的律师 是一位犹太律师 哈哈哈哈 请不要感到被冒犯 要明白这一点 魔鬼使用律法术语 当耶稣死在十架上呼喊成了 启示六十二章提到当时发生的事 我相信这一点 我又听见天上有大声音说 我们上帝的救恩能力 国度和他所立的基督的权柄 现在都已经来到了 因为那早晚在我们上帝面前控告 我们弟兄的控告者已经被摄下来了 弟兄胜过他 是因着阳高的血 血代表什么 死亡发生 这个不是普通的血 这个血是流淌在以马内尼血管里面的属天补血 这个血 当魔鬼告诉你 你怎么向上帝祈求这种事 指望一个更丰盛的生命 指望自己身体能够传逾 当你做这件事那件事 只是说唯有靠补血 耶稣的补血 换言之 补血 赋予你这份权利 阿们 这个意味着魔鬼指责你 所有罪安以赴上代价 全言赴清 这个是耶稣的补血 我只是插开话题讲一下 但是问题来到了 如果他是控诉者的话 控诉有什么大不了 如果他来控诉你 他来也控诉你 我总是这样想的 当有人被控诉的时候 我能够看见他们感到糟告 他们无法行动 我无法侍奉主 或者是不能够与Lawrence 莫斯一起去到柬埔寨 做一些宣教的工作 他们无法行动 就只是这样吗 这个受创的智慧 是正在偷竊 杀害和毁坏之前 他最重要的武器是控诉 他被称为控告者 你认为这种控诉 只为使你感觉糟糕吗 是不是有一些关于控诉的事 我们不知道呢 还是有一个惩罚 是紧随着控诉 而来到我们呢 这个不是来自上帝 但当中有一个判决 换言之 当你被控诉的时候 你会说什么 当你被控诉 你会感到内疚 不要忘记 魔鬼一点都不愚蠢 他是不会总是在他的控诉之中 去到说谎的 一位欺骗的能手 是会加入很多真相 和一点点的谎言 好的 他控诉我们的 很多都是我们曾经做错的事情 我们曾经做得不正确的事情 他不笨的 他知道你可以透过一个明确的谎言 但是他时常控诉我们 我不在乎那是真实与否 耶稣的补血已经将他解决 当他控诉你的时候 尽管你在毫无意识的情况之下去接受 如果你接受这个控诉并感到内疚 我怎么知道你接受呢 因为你现在感到内疚 糟糕 不单止你还感到羞愧 一个信徒永远不应该有这样的感觉 不单止你还感到压抑 可能还未去到万胜益骨症 需要药物的程度 但是你很沮丧 你有阴暗的想法 你焦虑 你担心 我不在乎你有多明白恩典 我不在乎你在这间教会有多长时间 如果你仍然感到害怕焦虑 这一篇道也是对自己说的 这个情况代表有些事情 并未从你的脑进入你的心 你需要继续聆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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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聆 聆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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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帝的道 我们的肉体是非常倾向律法主义的 你听了十篇关于恩典的讲道 之后听到一些混合物 就足以忘记之前的十篇讲道 这是肉体的倾向 我们需要继续听下去 好 这样的话 控授有什么不好处呢 那就是当你接受控授的时候 虽然你毫无意识 你其实在说 耶稣 你的工作做得不够好 上帝 你对这份宪限不太满意 魔鬼 你说得对 这是你正在接受控授时候所说的话 你明白吗 这是邪恶的 半随着控授而来的审判有平坏 疾病 衰老 这一切都是半随着控授而来的 因此希伯来文的犯罪这个词语 kata 属罪这个词语也是kata 它们是同一个字 相同的拼写同一个字 有时候 某一些圣经的日本说 这一节经文是指属罪制 有人说是指罪 他们不太确定 属罪者就伏在门口 或者罪证等待在他身上蒙牙等等 学者们自己也不太确定 因为希伯来文的罪和属罪制 是同一个词语 在之前我问过主 我从未问过主这一方面的事 就好像 谁住在海底下的菠萝呢 就是海绵寶寶 我问主这个问题 为什么两者使用同一个希伯来词语呢 主对我说 因为每当有人犯罪 就必定会有一个属罪制 上帝 他命定基督成为我们的属罪制 当你犯罪的时候 你如果是耶稣基督为你的属罪制 你的良心就会得到安息 你会看到罪制已经被附清 Amen 不单止这样 他有一种分别违性的效果 你不会继续留在这个罪里面 Amen 他会让你得自由 会让你爱上帝 因为你看到这个属罪制 就会看到上帝对你的爱 看到上帝的供应 假若你没有将他与十字架联系起来 你就要亲自附上属罪制 换言之 你会将自己的健康献上 以你的健康为代价 你会将家庭作为属罪献上 很多这样的事都是毫无意义 你会将心里面的平安献上 作为属罪变得沮丧 有些事必须付出代价 你告诉自己 必须有人付出代价 必须付出某些事 每当你犯罪的时候 上帝总是让你 你是一个人 你是有灵 有魂 还有有身体 所以当人吃了芝士恶树的果子 他就有了良心 圣经说 良心就好比十戒 他告诉你 现在应得的是毁灭 你应该在生活中承受糟糕的事物 遭遇不幸的打击 你应该生病 你的孩子会生病 你的内心深深处话 这是你应得的 魔鬼知道这一点 早在他偷竊 杀害和摧毁之前 因为他需要你亲自肯定 是 你感到内疚 你接受这个感觉 实际上你根本没有意识到 接受指控等同于说 耶稣你做得不够好 工作还未完成 上帝 你对耶稣所做的不太满意 魔鬼 你说得对 这就是你的意思 那我们应该怎么辩护呢 要以福音来辩护 我们承认 我在基督女是上帝的义 听过我讲道的人会这样说 平牧师 你正在告诉人们 他们可以为所欲为吗 人们并不笨 他们知道 看看我曾经分享过的见证 在我所有的书 和你听过的所有见证里面 他们会意外地变得圣洁 当人们承认自己 在基督里面是上帝的义 很多时候 他们从此之后 就不想再犯罪 关键在于 魔鬼控诉他们所做错 和做得不正确的事 而你的取态是 我在基督女是上帝的义 这是对律法控诉 作出辩护的律法用语 你不能只是说 噢 上帝爱我 所以魔鬼我不在乎你说什么 上帝爱我 不只是这样 你必须用一个合法的答案来回答 律法的答案是 我是上帝的义 上帝的义 这是一个律法的述语 马丁路德这样说 我喜欢这个说法 耶稣 你是我的罪 我是你的义 满有能力的一句说话 十字架上面发生了熟天的交换 耶稣成为我们的罪 祂取代了我们的位置 我成为了祂的义 如果我不接受我的义 那等于说耶稣没有成为我的罪 这是否定了十字架的工作 目前为止跟着我 明白吗 好 让我们再看看彼得前书 你们要用坚强的信心抵挡魔鬼 希腊文的抵挡是抗祖安祭一词 是不是很有趣 抗祖安祭抵挡 你从哪里得到抗祖安祭这个词语 医生处方给你的抗祖安祭 是用于流感或者是一些过问 抗祖安祭能够着出抵抗 你如何抵挡敌人呢 要有坚强的信心 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弟兄 也经历过同样的苦难 上帝在这场熟灵争战中 要你学习的是 兄弟姐妹的情义 魔鬼想要你孤立无助 祂想让你认为你的问题 只有你一人面对 因为你是一个奇怪的人 看看你的朋友 他们都很开心 你很奇怪 看看你脑袋里面的想法 只有你这样想法 你午夜睡醒 只有你有这样沮丧的感觉 只有你 问题在于魔鬼喜欢将人孤立起来 因此格拉森被鬼附的人 完全是独自一人 是很孤零零的 他会独自悲伤 他自残 他自杀 但请留意他是独自一人 如果我们可以坐下 牧师们经常都这样做 身为牧师的我们 学会了互相影响 我会跟他们说 你会不会半夜窄醒 你无缘无故地醒来无法入睡 然后你开始有不好的想法 对家人的坏想法 对未来的坏想法 坏想法 你感觉有一种阴暗的想法 是出现在你的脑海之中 你有这样的感觉吗 然后人们就说 牧师这几天我都有同感 你知道吗 兄弟情愿里面 有这样的表达 你意识到是 我正常好正常好正常 我们都受到攻击 让我们彼此代祷 你需要这样的兄弟情愿 关心小组是最好的地方之一 上帝希望教会的弟兄姐妹 彼此有联系 而不是成为一个独行俠 即使独行俠也有劏头作伴 好吗 上帝要你们互相联系 阿们 大家一起说阿们 不要只是来到教会 然后离开 要以某种方式联系 透过关心小组或者事工联系 在你心情低落的时候 你可以找到自恋的人 当你分享的时候有些事发生 当你开始分享的时候 你一半的重担都射下了 阿们 其余的主会亲自看顾 阿们 姐妹情愿也是这样 上帝希望你能够拥有 最后一个部分 记住这一点 要坚强 你们要用坚强的信心抵挡他 什么是坚强的信心 坚强的信心意味着 我会以此作结 坚强的信心意味着 昂首挺胸地说 我在基督女是上帝的义 我是二人 我怎样知道这里指的是 恩信清义 我会向你展示另一节经文 请看加拉太书三章 这份信心这个词语 请留意 用这份坚强的信心抵挡他 这个是定观词 请看这里 当有人问你 你的信仰是什么 你说我是个基督徒 但这个不是保罗上次使用这个字的方式 当他说这份信心的时候 前面有定观词 总是指恩信清义 这里说 但信的道理还没有来到以前 但信的道理还没有来到以前 我们在律法下被囚禁被围困 直到哪要来的信的道理显明出来 信的道理还没有来到以前 这里应该是一个定观词 哪信心 英语版本没有定观词 但其实希腊文是有的 哪信心 信的道理还没有来到以前 牧师你怎样知道这里自己是恩信清义 下一节经文上问下你 这样律法成了我们的启蒙老师 令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可以恩信清义 整个上文下你是关于恩信清义 但信的道理既然来到 恩信清义的道理已经来到了 我们就不再身处律法下 在启蒙教师之下了 当魔鬼来控告你的时候 你知道你说什么吗 甚至当你晚上睡觉的时候 魔鬼将糟糕的想法和幻想 放在你的心里面 你要说 我在基督女是上帝的意 有些事情会发生 只因为你说 是 我有罪 或者你稍微接受这个想法 你就会陷于说 上帝是个骗子 魔鬼是正确 上帝对耶稣所做的事是不满意 同样道理当你说 我在基督女是上帝的意 你理直气壮地说 上帝对耶稣所做的事感到满意 耶稣为我提供一个完美的献祭 祂的补血完全符合所有公义的要求 阿们 我已经得清为义 因为耶稣作了完美的大功 祂成为了我的罪 现在我要接受自己称义的位置 在魔鬼知道的那一刻 祂必定离开你逃跑 只要听清楚 如果魔鬼诽谤这份记录你所有罪的公义 他们没有一个能够逃脱 并且要求你为你所有的罪接受惩罚 然而如果魔鬼现在诽谤上帝公义的宝座 公义在于宣告你已经得清为义 说你自己没有得清为义的才是不义 全因耶稣所做的事 如果你认同上帝所说的 阿们 你已经得清为义 魔鬼带着控诉来攻击你 你说我在基督里面是上帝的义 不论是口头还是心里面想 有些事会发生在魔鬼身上 现在他是有罪 听着 在法庭上 如果原告 他误告某人 这个原告就是有罪 而他指控的人是会被宣判为义 让我解释一下 如果原告他的目的是控告某人犯了谋杀罪 你认为他只是想指出这种谋杀案吗 不是 他是说他应该受死 他的目的是要被告死 原告的目的是要被告死 因为谋杀判的是死刑 现在如果整个指控是假的话 现在原告在同样的罪行上 成为有罪 因为他目的是要被告死 现在他是个杀人犯 当你站在你的位置上说 我就是基督女士上帝的义 整件事重新落在魔鬼身上 他不敢招惹这样的基督徒 你明白吗 因为他将必须接受懲罚 大家明白吗 我会以此作结的 为攻击你而制成的武器都没有效用 兴起来与你争辩的舌头 不管你是否读过这次经文 你听到魔鬼跟你说一些对你的控訴 魔鬼经常是都会利用人 当你听到那些针对你的话语的时候 只要说我谴责这些话语 不要谴责人 我谴责这些话语 我拒绝他们 因为我在基督里面是上帝的义 明白我的意思吗 这个不包括那些糾正你的人 因为他们爱你 人们想你进步是因为他们爱你 所以仔细辨别 不要胡乱断定 很多时候 魔鬼利用人来指责你 这个是非常普遍 他们指责你 做得不正确的事情 你只要心里面说 奉耶稣的名 我拒绝这句话 如果你和这样的人有一段关系 你要说我奉耶稣的名 拒绝这样的说话 或者你母亲父亲已经去世 他们在你长大的时候说 你真的没用总是这样 总是这样 如果这个说话仍然困扰你 奉耶稣的名 我抵挡这个说话 你不需要譴责你的父母 只要抵挡这个说话 奉耶稣的名 摆脱他说 我在基督里是上帝的义 并开始得到轻盛 小偷是必须停止向你偷竊 杀害和毁坏 因为你在基督里是上帝的义 阿们 赞美主 如果你说 屏牧师我想走出这个地方 得知基督在十架上为我所做的事 在我生命中是真实的 我想要罪得赦免 我想要丰盛的生命 如果你这样想 现在请跟我同心去祈祷 一起说天父 感谢你儿子的礼物 我主耶稣基督 祂为我的罪 死在十架上 代替我被定罪 我感谢你在第三天 叫祂从死内复活 宣告我所有的罪已被除去 我宣告耶稣基督是我的主 借着祂的补血 我在你的眼中得清为义 我的祷告是异人的祷告 所有异人的祝福都是属于我的 感谢天父奉耶稣的名 所有人一起说 再长个位请站立 高举双手 现在我奉耶稣基督的名 我宣告在我声音下的 每一个益骨之灵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你这个康庄的地狱之灵 你这个康庄的忧屈之灵 松开这些人 让他们得到自由 现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你们当中透过收睇的人 现在从抑屈症中得到自由 奉耶稣基督的名 天父在接下来这个礼拜 但是我祈求天上的光 照耀他们的心思意念 被错误的信念 错误的观念 错误的想法佔据的思想 天父我祈求这个光 能够将他们的心思意念中的错误信念消除 而错误的信念已经付出了代价 在他们的心灵黑暗处发光 天父我祈求 你会在所有这些黑暗之处发光 主在他们也不自知的心灵黑暗处发光 天父我祈求你会散发光芒 让你的子民得到自由 主耶稣你说 而只若使你们自由 你们就真的得自由了 感谢主耶稣 这份自由唯有从你而来 奉耶稣的名 我们为这份自由感谢你 天父我祈求在接下来这个礼拜 你会将你的子民放在正确的地方和时间里面 主享受你白白的恩宠和你的恩慈 在每个人面前享受你的恩宠 在他们到访各地的时候 我祈求在天上的父 永远将他们放在正确的地方和时间里面 天父保护我声音下的每一个人 藉着耶稣的补血 藉着你安放在他们周围的天使 就像一道防火牆一样 我奉耶稣的名 祈求他们和他们的家人 在我声音之下的每个人 和他们的家人 在这个礼拜里面 能够在天使的服侍之下 得到守卫和保护 让他们周围仿佛有一道防火牆 天父拯救他们 远来受敌的每一次攻击 主病患 疾病 意外 伤害危险 或者是冷恶者的力量 藉着耶稣基督的补血 我们奉耶稣的名祈求 所有人一起说Amen 上帝祝福你 歌颂保血 你们要紧守 警醒 上帝祝福你